十九歲的盧美蘭上個月跟隨學校到內地交流 期間突然不適 發現患有懸發性肺高血壓 到星期六情況突然惡化 要在四十八個小時裏面進行雙肺移植手術 才可以報名 我其實都很關心美蘭的情況 屬於危台 他都是要換肺的 是的 都仍然是需要 而且是以換相肺的情況 是對他來說最大的機會 最理想的一個捐贈者來說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 譬如說老婆 他有受傷或者是老婆出血 即不是因為這個器官衰竭 是的 而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其他器官 例如心肝肺神 其實那個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我們呼籲他只是說 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家人的話 就希望盡量考慮 將他們至愛的親人 即是因為他其他原因 也都我們搶救無效 因而離世的 將這一件發行的事 轉化為一件 人家的器官 即是可以幫他 是的 是的 但是她的事 他是一次人家的力量 做生意 做生意